我們看下這個題目 三小型ABC中 小A是等於2 小B是等於3加1 角C是等於6分子π 是求角A、角B和小C 那麼在這裡我們已知 這是兩邊加一角 所以我們要求第三邊 要用餘旋定理 C平方是等於 A平方加B平方 減2AB乘以cosC 所以呢我們帶進來 A平方也是2平方 這個是4 加上B平方 這是根號3加1 括號的平方 減掉2乘以A A是2 再乘以B B是根號3加1 再乘以cosC 也就是cos6分子π 那麼6分子π呢 是30度 所以cos30度 這是2分子 根號3 那我們刷一下 這是4加上 根號3加1 取平方 這是根號3的平方 加1的平方 所以3加1 這是4 那麼加上2乘以根號3 再乘以1 所以這是2 根號3 那麼在這裡減掉 這個2跟這個2 我們先把它約掉 那麼用2乘以根號3 也就是2根號3 乘這個根號3加1 那麼乘進去的時候 2根號3乘以根號3 是2乘以3 所以是6 這裡我們是減6 然後呢 2根號3乘以1 所以這裡是減2 根號3 因此呢 這2根號3 跟這2根號3 我們把它消掉 4加4乘以8 8-6 是等於2 因此C平方是等於2 C 就等於根號2 這個答案 那麼A是等於2 B是等於根號3加1 那麼 顯然這個B 是比A 來的大 因此呢 小A 是比較小的邊 那麼 角A 就是比較小的角 那麼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角A一定是銳角 因此在這裡我們利用正弦定理 先求出角A 之指 那麼根據正弦定理 A 去除以sinA 這是等於C 去除以sinC 所以呢 我們交叉相乘 得到C乘以sinA 這會等於A 去乘以sinC 所以我們帶進來 小C 這是 根號2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那麼sinA 這是我們要求的 這等於小A 這是2 去乘以sinC 也就是sin6分之π 這是2分之1 所以呢 我們算出2乘以1分之1 這是等於1 因此 sinA 是等於這除過去 這是根號2分之1 那麼我們又可以判定 角A是銳角 因此呢 這角A 就是等於45度 所以呢 角A是45度 那麼角C是6分之π 也就是30度 因此呢 角B 就是用3號型的內角合180度 去減掉角A 再減掉角C 所以呢 我們就算出 這角B 是等於105度 這個答案